总感觉手铃人两次出现在这里 实际也很奇怪 而且那个方向不是我们来时的方向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距离和我们上次遇到他才过了十来分钟 他这么快就从村子里跑过去一趟又回来了 对了 手机 我怎么一直没想到拿手机来拍一下呢 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白 咱们今天继续最后一次来玩夜价 上一次咱们是在子浩的家里头 听子浩说 可能一次有说天下他妈妈过来看他 所以咱们就要拿咱们的破手机来拍 这次咱们直接拍门口 滴水的声音好像是从门发出来的 我把镜头对着门口 缓缓的走了过去 镜头下只有朦胧的白雾 雾里好像有一粒一粒的小水珠 在贴近地面的地方游动 走了两步 我发现地水珠在我身后 转过身去 地上没有那么多水渍 我急忙对准地面 木在水珠在地面上静静凝结 变成了一道水痕 接着扩大成一个冲着我的脚印 我蹲下来 低着头想要看清楚 却感觉面前出现了一个尸体 有什么东西在压着我的头 好难受啊 我下意识地抬着头 脚 身子 手都感到了极强的挤压感 喉咙又被压爆了 呼吸一下 肺里就像插一把刀子 好疼啊 腿上又像是一阵尖锐的刺痛 口袋里的照片就是像着了火一样 我身手去摸的时候又恢复了正常的温度 我看了下四周 一个新的脚印在我身后出现了 刚刚就像是一个人穿过了我的身体 我跟着那个脚印向前走 又一个 我连忙跟着这个脚印走 一串脚印直通门外 通到了黑暗的村子里面 天下 我想我们找到线索了 走吧 姐姐 你们不要走好不好 我害怕 我害怕 子昊提我们要走 连忙扯着我们 比之前用力多了 子昊 你长大了 要学会一个人面对黑夜了 你要像个小男子汉 哼 我打小就没 我打小就 算了 不说了 我不要当男子汉 我要我妈妈 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小孩子的常用套路 想安慰一下子昊反而让他更难过了 面对这种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子昊 是不是不要我了 子昊 你听我说 你的妈妈绝对不会不要你的 她一定会回家 一定会跟你在一起的 天下走到子昊面前 蹲下来抱住她 你现在有多着急多害怕 她回家看不到你 就有多着急多害怕 你乖乖在家里等着 她一定会回来的 只有你在的地方 才是她的家 姐姐 你不会骗我吧 不会的 姐姐不会骗你的 那姐姐的妈妈回来了吗 姐姐 姐姐的妈妈 就快回来了 就快回来了 童言无忌 天下眼里的泪光都已经涌出来了 我想要走过去安慰一下 她却已经站起来 用力的磨了磨脸 快走吧 耽误太多时间了 我看了一下屏幕 拍到的脚印已经开始模糊了 我跟天下赶紧跟了过去 我们领走前让子昊关好门窗 但他却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我 让他关门也不愿意关 从子昊家里走出来没几步 就没有灯光了 手电的光照在迷雾的地面上 湿的脚印在镜头下 一个又一个的出现 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 湿里的人在领着我们走 把我们带到了村里 带到了最漆黑的地方 脚印就开始逐渐模糊 消失不见了 怎么办 线索又没有了 我觉得 这不像是我妈妈在指引我们 别慌 越是没有线索 就是越接近真相的时候 她能指引我们一路走到这儿来 就能引着我们走完最后一步 脚印没有再出现了 我只好退出拍摄 现在在这周围找一找线索 脚印指引着我过来 一定有她的用意 好大的风声 可面前的雾没有动 一点风的感觉都没有 我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跟之前脚步声完全不一样 一步一顿 不像是在走路 倒是像是在跳 嗯 跳尸 就是港片里头经典的那种 蹦蹦哒哒的僵尸 转瞬之间 有东西抵到我肩毛后边 我下意识地想要回头 我还没看清就被人狠狠撞到地板上 灵灵 你怎么了 天下 低头 快 嗯 好 我半蹲在地上 低着头 身边一个又一个的人影 从我肩膀旁边经过 感尸 黑暗中散发了一点点绿光 他们被一根铁链 拖拽着 往孙子里边走 该不会真的是感尸吧 突然有个家伙撞上我的后背 摔在我的脚边 还一手抓到了我的腰上 我低着头控制自己 不去看他的脸 轻声问他 要 要我 要我帮你什么 什么 什么 突然有条铁链累住了他的脖子 他疯狂的挣扎 声音直到 我听到利刃把他喉咙割开的声音 利刀 有东西在爬 低着头 不去看那一跳着的家伙们 可接着又 就感到有婴儿爬到我们面前 他们并然的手抓着我的耳朵 鼻子和脖子 抓住我的手臂狠狠咬下去 天下 别怕 别去看他 握住我的手 闭上眼 往外伸手 我不知道空气里有什么 说不定会有斧子 披断手指 会有刀子 刺进指甲 会有骷髅把皮肉扯烂 天下 天下 你个哪呢 怎么 怎么什么都抓不到 我手上下探索 一阵冰凉从指尖溜过 像是小孩的皮肤 突然一只温暖的手 抓住了我的手腕 灵灵 握住我的手 别放开 我紧握住了天下的手 感受他手上的 脉搏的跳动 我的心已一下子缓了下来 声音渐渐消失 可还是有东西在我的脚边 冰冷的感觉渐渐消散 脚上被猫挠了一下 吓得我一 睁开了眼睛 我们居然在一棵树底下 旁边就是村长家的围墙 咋回事 天下指着村长家门口 附近的屋里有一团白光 白光里闪耀着几个人影 但是很模糊 白雾不停的扑在我的脸上 眼睛上 我看到几个人合成了两个人影 那是一前一后两个人 他们身着长衫 后一个人搭在前一个人身上 走起路来一跳一跳 真就僵尸啊 那是不是在赶尸啊 不对 他们是活人 他们好像是张天师的徒弟 应该是要进村长家里面 对了 村长家没进去吗 这里有高墙 有院子 还锁了大门 最适合放棺材 妈妈 妈妈 妈妈一定是在这里面 我们要想办法进去 天下冷静点 我们有机会 该死 这时候脚下的毛又开始动了 你们回来了 我的妈 死后奶奶突然出现 吓了我一跳 还好天下立刻把我俩摁住 才没发出声音 那两个人已经推开大门 准备进去了 天下立刻握住了奶奶的双手 轻轻地拍着她的手 老人慢慢地安静了下 看到老人恢复了平静 天下放开手准备转身离开 别 别 别走 别再走了 老人又扑上来抓住天下的手 我跟天下想要扯开 怎么扯不开了 晚了一步 村长家门已经关上了 天下靠在树上 脸上是无法说出的委屈 她在墙人不让自己哭出来 天下没有理会老人 手还是紧紧握住老人的手 对对对了 我带你去 都好吃的 都好吃的 就站在里面 来来 也对呀 咱们之前在村长家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就进来过 里面 你能进去这里面 天下指着指村长的房子 对 就在这里 我带你们去 我带你们去 老人说完激动的站起来 拉着天下的手 就往院子后面绕 她带着我们来到村长家的背后 钻过树林旁 灌木丛 来 你跟我来 老人从灌木里钻了出来 招呼我们进去 天下看了我一眼 抓着老人的手钻了进去 我跟着钻进灌木丛里 顺着摸索过去 居然有块木板 已经被老人挪开了 木板像是个大坑洞 直接通到村长家里 啊 这坑明显是人挖的 但没有 完工 入口还没装锁 难怪老人可以出入自如 老人带着 我和天下 一块上了二楼 这楼梯居然可以通到楼底了 老人带着我们又上了半层 躲到了楼梯的拽脚 躲在这里啊 就不会被发现了 待会他们走了 咱们就去做好吃的哦 嗯 嗯 六 不要 第六阶 又是第六阶段了 这时手机突然来了 还好我关的声音 不然暴露 只是手机里头这个不要是什么意思 开门声音 响了两次 有人从二楼的房间里走出来 走到楼梯旁 怎么会这样 很快传来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师 师父 村 村里头都找 找别了 养 养他给 给跑了 都怪 师 师 师弟 都 都是他 是手了 这怎么能怪我呢 消息说他的祠堂里头 我准备进去再下手呢 谁知道他跑出来了 果然是张天使和那两个装神弄鬼的徒弟 师 师父 我觉得 这村 村 村子里 有 古 古 古怪哦 我早 早上去 去 去洗衣服的时候 衣 衣服都 都 都不剪了 往我房间里放衣服和黄纸的居然也是这孙子 那根灰线就是他在衣服上的 真想穿上给了一嘴巴 天下掐了我一下 示意我不要冲动 再听听他们说什么 对啊 还有刚刚一死的时候 哪那么的管事 不会真的有那个啥吧 胡说啥呢 知道赶哥们这一行 最重要的是啥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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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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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是享心 可学 不然 诈骗那把啥子的钱呢 哼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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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现在 这 怎么办 既然剩意都跑错了 咱们也赶紧车 那边本来也打算收钱跑路 刚才又意外发现 让咱们去看看 那底下这个要怎么办 这个无找急 我们方长线 满砖前 还是方长嘛 意外发现 底下 能到村长家底下还有什么东西 难道就能到棺材停在底下 那村长打水的山圈 难怪我之前喝的山圈水是甜的 原来豆了葡萄糖 葡萄哩 把所有的争取都抹掉 记住 除了村子 恶究不幸账 也不是什么天使 明白了 明 明白了 随着一串酒不成张天使和他徒弟们离开了村长家 我尝出了一口气 放松下来才发现天下一直拉着老人的手 难怪老人刚才这么安静 天下 听他们说底下可能放了什么东西 有可能就是棺材 我们得赶紧搜一下这屋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和天下推开门 发现只是一间书房 除了书籍和多椅之外 没什么别的装饰 孙长家只有两层楼 几个简单的房间 奇怪的是 为什么院子里放着一堆装修材料 屋里却是没有装修过的痕迹 还有 房子里怎么只有张天使和他同的地方 村长上哪去了 我们来到书房的楼下 这是一个卧室 只是门锁的里面没有棺材 那个天使说的底下是哪里啊 这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 难道 还有隔间 应该是没有 一楼的房间让我们查过了 等一下 底下 底下 难道是 地下 房子外面那么多的装修材料 到底里面啥用没有 只有一种可能 在房子里是有地下室的 他们在装修地下室 可是 地下室的入口在哪里呢 有可能在二楼 因为我刚才听到两个开门声 说明二楼的房间有一个小房间 张天使肯定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有道理 等等 紫浩奶奶呢 紫浩奶奶怎么又不见了 我心下一差 连忙跑出房间 万一惊怒什么人怎么办 在这里 在这里 快来快来 紫浩奶奶从羊头探了出来 笑着招呼我们上去 天下和我将信将疑的上了二楼 紫浩奶奶一见我们就立刻把天下拉过去 书房竟然被他翻得乱七八糟的 孙长回来该怎么办 在这里 在这里 快来快来 老人拉着天下往里走 书架后的居然打开了一个阁间 这里的密室 他是怎么打开的 一进阁间映入脸 眼帘的是各种堆满名贵保健品的柜子 而柜子旁边还有一扇门 这个呀 好东西 甜 甜 老人举着一小罐蜂蜜在天下面前晃悠 但天下明显不感兴趣 拿了蜂蜜又放了回去 小美不喜欢啊 没关系没关系 你随便挑 拿一点点 不要紧的 老人一连打开了几个抽屉 其中一个抽屉放了好多药水 天下明显不感兴趣 而是拉开了暗门 里面向下一个长坡 没有楼梯漆黑一片 看来我得下去看一看了 嗯 我们打算下去 但老人却恶狠狠的抓住了我 别去 别去 里面 好可怕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出来了 不行 她不能出来 子豪奶奶突然大好大叫 像疯了一样冲了出去 我们担心她出了什么事 只能跟过去 但她跑得异常的快 刚刚楼底下就看到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坑洞中 远处传来的脚步伤和哭声 难道村长他们回来了 子豪 子豪 你跑哪儿去了 有没有人帮帮忙吗 帮我找找子豪 这小朋友怎么这么不乖啊 好像是子豪又走丢了 他妈在找他 他妈在找他 有没有人帮帮帮帮 帮我找找子豪 子豪妈妈在村子里哭喊 想找人帮忙 但似乎没有人回他 子豪奶奶意外的给我们打开了村长家的密室 之前的棺材很大概率就藏在里面 张天师也随随都有可能回来 机会只有这一次 内心犹豫了一秒 我看了一下天下 他也一言不发的看着我 显然在等我做决定 怎么办 去找小孩吧 这可不能让孩子出事吗 对吧 咱们大人出点事没问题 那还不能让孩子出事 我内心纠结着都走到这里了 要是子豪出什么事 那岂不是又有一个家庭要遭殃了 天下 我们不然去帮帮他吧 就万一子豪 不要说了 我们赶紧去帮忙吧 有没有人帮帮忙 帮我找找子豪 我们从村长家里走出来 子豪妈妈一边哭喊一边四面茶 阿姨 我们帮你 子豪妈妈愣下 迅速的回头看着我们 太好了 谢谢你们 村里我找过了 村外范围太大 阿姨 先别急 我们之前遇到子豪在找妈妈 就把他送回家了 他 他应该是又出去找你了 他紧紧握住子豪妈妈颤抖的手 对了 他之前说你去集社了 估计他去集社找你去了 咱们先去那里找找吧 好 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跟着妈 子豪他妈很快到了村口 在一路上没遇到其他人 子豪妈妈在面前带路 我打着手电走在最后 物比刚才还有浓 浓见度更低了 眼镜 屋边浓屋里有一只眼睛的发光 他在看着我们 鸡皮疙瘩爬满了我的后背 我拿着手电扫了两下子 屋里的眼睛又闪 也跟着闪了两下 等一下 路边好像有人 在哪里啊 子豪 是子豪吗 我带着子豪妈妈迅速冲到了路边 并没有看到人 倒是 路边灌木丛里有一颗玩偶 玻璃珠 看来我们之前看到的眼珠是这个 子豪妈妈看到塑料眼球之后 脸上是一种奇怪的表情 失望还夹杂着愤恨 这让我感觉有点尴尬 毕竟是我看错了误导 这个是我之前给子豪的巧克力 天下欢然蹲下 从地上捡起一块巧克力的包装纸 我连忙又手电向他周围扫了一遍 朝着树林的方向 还散落了三张包装纸 看来子豪是朝着那个方向走 子豪 子豪 子豪妈妈已经急不可耐地 往树林方向跑过去了 我和天下联盟追上去 快要冲到树林的时候 他忽然停了 谁在那儿 是不是子豪啊 我连忙拿手电照过去 雾气中端然 居然多出了一个黑黑的人影 看身高那绝不是子豪 对方没有回答 而是朝我们走了过来 语言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不 你怎么不应一声啊 我在后山等你们半天了 现在起大物出不去了才回来村子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你 你刚才在后山 那 那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我 我的子豪丢了 村里没人愿意帮我 我们在村子里帮子豪他妈找子豪 能不能帮我们一块找 没问题 我帮你们一起找 我们继续往树林里走 天下轻轻拉了我一把 天下指着指脚下 有两道轮胎印 可没两部轮胎印就消失不见了 你看这两条轮胎印 会不会是大金融面包车 把棺材运走了 你就算路没塌方 雾这么大 而且这树林也没有路 他们能开到哪去呀 这轮胎的方向刚好是子豪找的方 找子豪的方向 不然咱们边找边看吧 好 因为物理能见度太低了 我们互相拉开了一点距离 希望能宽大点查找的范围 子豪 子豪 又走了一段路 雾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脚下的路都看不见了 就像是走在云海里一样 玲玲 你还听得到其他人的声音吗 我愣了一下 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听不到余颜和子豪他妈的声音了 子豪妈呀 余颜呢 你们听得到吗 什么人哪 大半月的 乱喊什么 把我都给吵醒了 雾气之中突然透露出一点亮光 是个陌生的声音 天下拉着我退了几步 手电光里看到了一个老汉站在木屋前头 房上挂着崭新的红色应急灯 村里小孩走丢了 我们是来找小孩的 老汉给我们指了一下树林深处 谢谢大爷 这么晚了 您怎么会在山上呢 哎 我是山上树林的 被吵醒了就出来看看 我马上回村子叫人来帮忙 哎 谢大爷啊 你们就别谢了 赶紧先去吧 抓紧时间 我马上喊人过来帮忙找 哎好好好 我们马上过去 我们顺着老汉指的路 往树林里边走 他拿着应急灯 急急忙忙的就离开了 林灵 你觉不觉得大半夜的 这个老人出现的 有点太奇怪了 他不是说他是守灵人吗 你没看到那木屋上有个林字吗 而且那老汉 我看着有点面熟 之前在村庄里应该是见过的 我得再找找 天下点了一点头 也没再说什么 我们继续往前走 路过一棵好大的树 明明没有缝 树叶却在哗哗的响 林灵 不好意思啊 刚刚踩到你的脚了 真是黑啊 没有啊 可是 我刚才明明感觉到 踩到一个人的脚啊 我天下说的话 没注意一脚踩进了砸扫丛里 林灵 你怎么样 没事 只是被杂草绊了一下 我伸手去扯掉脚上杂草 可越扯越多 嗯 我有点不耐烦了 直接连草根一块拔了算了 顺着杂草往里摸 我忽然摸到一个冰冷冷的人头 咱 杂草都是从上面长出来的 缠到我脚下杂草 好像是 头发 天下看我愣在原地 立马帮我扯杂草 他手刚好碰到是草 刚碰到草就立刻站了下来 林灵 我 我摸到一个指甲翻起来的手指头 又 又缩回去了 别别别怕啊 我拿手电罩一下 我拿起手电罩了一下 哪里有什么手指头和头发 连杂草都没有 身后传着脚步声 我连忙用手电罩了一下 隐约看到有人影 从刚刚大叔后面走了出来 是老汉喊来帮忙村民吗 这也太快了吧 手电光照过去 是一个有点眼熟的大叔 应该是在村里里见过 该怎么回答他呢 这里说外地人绝对会被抓的 村里人 我们是村里人 就是你们是手林的老汉 喊来帮忙的人吗 对 人一喊我们就来了 从村子里迷路找到山上来 哎呀 那你们从村子里开始 就这么快找到这了 不快 多怪他们傻子 明明看到他往哪里跑了 就是不敢说 我们才找到山上来打 啊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找到他 先打断他的头 不用这么狠吧 出了事咋办呢 出事 我操 子昊他只是个孩子 不用这么狠吧 什么 子昊 不对 我好像没有见过一位 你们不是村医员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大叔背后又冒出个年轻人 也有点面熟 我们是来帮忙找孩子的 村里一户小孩丢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个小男孩啊 五六岁左右 大叔向我们伸出手 天下拉着我 我连要退了好几步 他们也跟着凑上来 我们退几步 他们就跟上了几步 听青年的 行 那我往你这边走啊 大叔看着我跟青年走了 还在那叫骂着 想跟过来 青年瞪着他一眼 失忆我们快点走 青年伸手 招呼我们走 天下又连忙 把我往后拉了一把 青年见我们退后 连忙抓住我的胳膊 一股强烈的泥土而扑面而来 他手上冰冷僵硬 一阵刺骨的寒意 瞬间趴满了我半边身体 我忍不住发颤 天上冲上去 一把推下青年 把我扯了过来 他身体也微微的发颤 附近突然传出来很多脚步声 一个又一个从树林里面出现 朝我们围了过来 青年伸手要去抓天下 你别碰他 我抬手给他伸过来 打回去 一只冰冷的手 又从后边伸了出来 天下推了我一把 可他自己又被那个大叔扯住了 我赶紧用力一扯 把天下抢了回来 周围的人都在朝我们聚拢 我拉着天下 撒个腿就往树林里跑 这跑到再也听不见 身后的声音 我们才慢慢放慢了脚步 手抓 我的手抓掉了 这不就在你手上吗 天下带着 但是他呼腔捂住他的手腕 一定是刚才淘宝的时候 被扯掉了 天下别哭了 刚才情况紧急 出去我买个新的给你 这 这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哎呀 等天亮了 雾小一点 咱们再回去找那手抓 行不行 我们刚才光顾着跑了 都不知道现在在跑哪 我举着手电 四处看了一下 周围全是雾 有些树上还挂着木盘 四周都差不多 脚 脚一动又踩到啥了 我用手电照过去 草丛里有一只黑眼睛直直直直的看着我 我不害草丛 是一只又丑又破的小丑 小熊公仔 怎么只有一只眼睛 另外一只眼睛 是一个黑胡乎的动物 那是我的东西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穿着红裙 红裙 那个女孩穿 一个穿红裙的女孩出现在我面前 吓了我一跳 她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她走过来默默捡起熊娃娃 这么近的距离 居然还挺不到她的脚步 还呼吸声 我故作镇顶一边和她搭话一边后退 呃 我们是来找人的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们 包括她吧 她和她妹妹都好不见 不是的 我们是来找一个走丢的小孩子 她叫紫浩 紫浩 紫浩 小孩念叨了紫浩的名字 突然就哭出来 她什么都不肯说 一时间我们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候我们突然背后传来好多人的脚步声 难道刚才那群人逐一声来了 躲草丛里 跑肯定跑不过他们 一帮人 我们来不及跑了 先躲到旁边草丛吧 找机会再溜 附近传来村民的叫喊声 这不是在我钻狗洞时候听到的声音吗 小美 难道刚才 难怪刚才觉得耳熟 难道我遇到这些人都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还说没有 我看到这个没有 这个不见面 你肯定看到了 快说 你们 包括她吧 她和她妹妹都好不见 村民狠狠的杀了她一光 一耳光 他们不停的逼腕着小美 推丧着她 还重重碾着她耳朵 来回扯 你娘真是生了个啥子 那是你大哥的老婆跑了 你知道吗 你怎么胳膊朝往外拐 太过分了 天下别冲动 小美她早就不在了 咱们看到的可能是她生前的事 可是小美 这是过去的事 咱改变不了 我们只能躲草丛里 我静静的听着她们逼腕小美的声音 这么在那里 来玩娃娃 是不是 不是给你 是 我会记得 你怎么 让你不说 你这表在你家 你的圈子里 会不会逃过 看到了 就在那边 快 快 天下拉着我想逃跑 我连忙拽着她 天下 别慌了 她们不是在找我们 她们一直在找一个逃跑的女人 果然脚步声从我们旁边走过去 小美的哭声今天远去 又安静了下来 等一会儿再没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们从树林里摸索着走了出来 灵灵 你看 这不就是那棵大树吗 就是我们遇到那群村民的地方 市长 绕了圈怎么又绕回来了 灵灵 我们今天会不会走不出去 会不会 别瞎想 我一定会带你走出去 一定会带你找妈妈的 相信我 到时阿绝大屋里的手机明信号还联系不上她 她千万别出事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官老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打算她的电话 只能试试看了 卧槽 永远接了 喂 请问哪一位啊 官老吗 我是灵灵啊 我现在 等等 灵灵 你生气怎么这么多 你现在在哪里 我被困在一左右大屋的山上 还有一群奇怪的人缠着我们 我还看到很多挂着 带字 木牌的树 怎么都走不出去了 灵灵 赶紧离开那里 那是槐树 槐 乃牧中之鬼 你运势那么低 还敢去阴气那么重的地方 那里埋的 都是横死的人 他们会不断重复生前的事情 你一旦被缠上 很可能就被拉了替身 看我们迷路了 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一路是遇上鬼打墙了 而且 鼓动的方法已经没用了 要么找到原路返回 要么只能不是 官老 官老 我去 怎么这时候没信号了 官老的话让我内心坎坷不安 找到原路返回 这么大的屋 我上哪找去啊 可是我 我一定得冷静下来 不然天下得更害怕 天下 官老说了啊 咱们这种情况 他见的很多 咱们自己先别慌 金灵 我 我好像听到妈妈的声音了 又听到了 天下 你别慌啊 我知道你很想见你妈妈 可现在 找到了 是妈妈留给我的手镯 太好了 还好没丢 天下在槐树附近的地上 找到了之前丢掉的手镯 等等 我记得来的时候正对槐树的 可还没走过槐树 天下的手环就丢了 所以站在槐树下面 面朝捡到的位置 就是我们来的方向 走 咱们从这个方向来的 原路返回 走了没多远 前方的雾气中 又传出来说话的声 你们是不是 跟我来 我带你来 往这里 我愣了一下 这个青年怎么又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连忙拉着天下要转身 你们不是要找紫浩吗 我看到他们这边有了 跟我来 刚刚遇到的人 都从屋里走了出来 把我们围了过来 每个人都指了一个方向 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在这天下往后退了几步 他们就凑上了几步 这时候远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亮光 越来越近 这首邻的老汉 他拿着应急的灯 一路跑了过来 他和周围人保持了一点距离 冲我们喊着 哎呀 你们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们过来 这 这里肯定不能过去 因为什么 因为我怀疑这个老汉也是 也是死人 因为你们看到没有 就是他刚才那 他刚才那个文本的文体字 是邪体的 那些死人用的也是邪体字 所以 我觉得不应该过去 总感觉 手邻人两次出现在这里 实际也很奇怪 而且 那个方向不是我们来时的方向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距离和我们上次遇到他 才过了十来分钟 他这么快就从村子里跑过去 一趟又回来了 对了 手机 我怎么一直没想到 拿手机来拍一下呢 照片里的人 包括老汉在内 有的脸色发紫 有的浑身火烧的 玉痕 还有的胸腔凹陷 脸都摔烂了 这一共死了六个人 其中一个嘴牙摔死 三个烧死 一个年龄大了 既然死亡 还有一个被毒蛇咬死了 自然死亡的不酸 那就是 横死了沐克 不对 这个殊资不对 如果是沐克人 不会这么凶 再想想看 再有七八个人 都是病喜的 我终于想起来 在哪见过他们了 在紫后的墙上 天下 我们就往原来的 原来的路走 一直走到 一直走到底 拉着我 别松开 天下蹿着我的手 他肩膀靠在我的肩膀 一起往前浓 浓走过去 他们也跟着围上来 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滚开 天下戴着手镯 这帮家伙一挥 他们联盟退了两旁 可身后的脚步声 开始越来越多 四围都是浓卧 身后的影子 飘飘荒荒地围绕在我们 凑到我们的脸颊跑 不停地干扰我们 背后伸出来好多手 拉扯着我的肩膀 衣服和皮肤 丝毫不敢 感觉不到任何人 丝毫人的温度 天下别怕 咱继续走 他们就想 咱们惊慌失措 然后走错路 我睁着眼睛 努力地确保自己 没有走偏 可身后无数的手 抓着我的背 指甲划过我的衣服 刺耳的声音 让我耳根发颤 跟我们走吧 我们带你出去 突然世界安静了下来 像是穿过了一道雾墙 周围瞬间晾腾了很多 潮湿的感觉也淡了不少 终于走出来了 还好有你在 我刚刚 真的好害怕 还没闯上两口气呢 什么东西就从树上 直直地砸到我们面前 我低头一看 是一盏破旧的红色应急灯 灵灵 这好像是之前那个守灵老汉拿的灯 我连忙看了下四周 雾气淡了 一座座村民的坟墓 从树林里显露了出来 那些木牌上的字 都出现在了墓碑上 就是墓碑主人的名字 原来我们一直被困在这片墓地里 我们先小心翼翼的离开了村民的坟地 然后跟着紫浩的声音找了过去 终于 我们在小美的坟前找到了紫浩 还好没出什么事 紫浩啊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妈妈在到处找你都快急死了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走了以后灯突然灭了 我害怕 我想找妈妈 那你怎么会跑到山上来 我 我跑到村口的时候 遇到一个阿姨 红红的 她说在找她的女儿 阿姨 阿姨想见见她 那 那后来呢 后来她去哪里了 她被黑叔叔 用铁链带走了 我想帮她 个户好大 有好多奇怪的东西 还好有 黑叔叔 紫浩 那黑叔叔去哪了 黑叔叔 开着一辆大汽车 在那里后 就 就不见了 大鸡 这绝对是大鸡 黑叔叔 紫浩指着山坡 背后一道谷地 是后山的另一侧 和初村的路完全相反 一定是大鸡他们的汽车 我们快去山谷里看看 好 没 没去 这里好大的雾 不会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紫浩拉住了我的衣角 紫浩 姐姐的妈妈就是那个红阿姨 我们要去找她 你也赶紧回家吧 你妈妈一直在找你 那 那你们带上这个小熊 就是她帮我打跑那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来到这里的 紫浩说着拿出一个 又破又旧的小熊公仔 这不是小美的小熊吗 这肯定得带上他 一个小孩拿 一个脑 一个小孩拿 拿着一个小熊都 都那么厉害了 我们拿着小熊不无敌了吗 我接过小熊放在背包里 树上 树上的乌鸦突然全醒了 瞪着又黑的眼睛看着我们 紫浩一个人回去不太安全 灵灵 不然你送他回去 我先下去查看 我把紫浩送回去吧 火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操吓死我了 我已经在附近转了好几圈了 这才长回来的 转了好几圈 那你有没有迷路会遇到什么人吗 遇到什么人 这不就是村子后山吗 夜里几乎是有点难走 但也不至于迷路吧 没事没事 我们就问问 对了 你能连上紫浩帕妈妈吗 不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手机进山之后就没有信号了 行吧 那也只能麻烦你先把紫浩送回家了 他妈妈没有找他的话 一定会先回去的 不要这么说 这是我该做的 谢谢啊 那我们就先下山了 看着余颜带紫浩走了 我和天下朝着山谷一路小跑 身后的雾气开始弥漫了起来 前方雾气忽然传来一阵声响 天下 你听到没 这是什么声 像是铲子的声音 就在那边 他们 他们不会是要把妈妈埋起来吧 走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声音越来越清晰 我拉着天下尽量控制住脚步 不能打草惊蛇 就这么把他埋了 不会 有事吗 啊 这又是那个 那帮鬼 我有什么事 他是迈回来的 没人知道他在这里 什么东西 他是不是没死到 你让这而已 快 快来帮忙 走赶紧 我也去深际树 这也太恶毒了吧 我跟天下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突然脚下一踩空 闻天下跌到一个土坑里 周围并没有人 之前听到铲土声和人声也都消失了 天下 你没摔伤吗 没有 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 咱们先上去 咱们先上去 我们爬出土坑以后 周围转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 可刚才明明听到声音 就是在这里 林灵 我们刚才听到的声音 会不会又是 可能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只是为什么声音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难道这个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那是什么 我顺着天下的时候 只看到泥土旁边有一小串红绳 我用力把他抽了出来 这手里让他眼熟啊 可好像在那见过 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处忽然传起了脚步声 我联盟 拉着天下躲进了旁边的树林里 奇怪 明明听到这边有动静 怎么没有人啊 消息到底靠不靠破 山里这么大 他们说不定去了别的地方 要饿手 钱饭正拿到了 罐子随便一埋 乌散了赶紧炮炉才是真事 我哪里很干啥呢 我也想跑路 没想到 雾这么大 切紧 居然会开到这树林之里 反正要出去 也得天亮 那两个隐患 能处理掉 当然就处理掉了 他们在讨论棺材的事情 我给天下打了个手势 决定趁着大雾靠近一点 听他们在说什么 我和天下偷偷靠近 很顺利的就在大街旁边的竹林 后头蹲了下来 突然一阵抓挠声听得我很哆嗦 就像有只手在耳朵里抓着耳膜 天下的 眼睛漏 完了 完了 只这一声大惊肯定发现了 天下的眼睛也涌出了泪水 捂住嘴强忍着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说起来 刚才该伤棺材的时候 棺材里老有抓弄什么 他们都瞎坏 这种恶之道 是你们不利落 所以 你就故意等了一段时间 搞得好像漏过一样 最后才用什么镇魂锁 把棺材收起来 不然这么陷的恶又睡瓶 这么涨尖 你 做事老实不干净 总要恶来擦屁股 天下气得浑身发抖 嘴唇都快咬出血了 我真想拿扳手 给他们一扳手 可是天下突然摁住我 陆一 我背后突然被人挠了一下 挠过的地方 留下一阵冰凉 天下看着我的后背 露出了惊恐 我联盟拉过衣服 只见三道黑漆漆的手 抓痕出现在我的肩头 那抓挠声 不断营绕在 我四周的空气里 变得十分急促 让人听着头皮发麻 怎么办 我先录音先拍摄 命要紧呢 这声音跟抓痕太诡异了 还是先拍摄一下看看吧 他那个地方 竟然能出现来天下 说明有东西 咱们再来一遍 镜头下的竹子 已经被指甲抓得破烂不堪 只不过所有的抓痕 都朝着一个方向 好像是在指示着什么 雾气中走出来 一个半透明的红色人影 轻轻搂了一下 天下就消失了 灵灵 怎么不 别待在那里 快走 我连麻拉的天下退了回去 虽然还能听到她的说话 可是已经录不清了 我们三个再找找看 要是搞定那两个人 还能再抓一笔 反正棺材 有你两个徒弟看着呢 什么 他们还有第三个人 怎么样 你找到他们了吧 看来 你这个方法 不能把他们引出来啊 还让我们站在这里 说半天话 走吧 听着他们三个人的声音 渐行渐远 我们才从幻不从里出来 你刚才拍到了什么 为什么突然要后退 不落音了 我把手机递给了天下 让他自己看刚才拍的内容 天下看着视频 忽然哭出了声 我游了一下 走上前去看 视频中的人影 轻轻的搂住了他 拍了拍他的后背 他又像之前那样 很快的克制住了情绪 妈妈一定就在这附近 嗯 他们是往这边走了 咱们跟过去 应该就能找到棺材了 天下急切地走到我前面 看着他的背影 我满脑子都是刚才拍到的视频 和大金他们的对话 他妈妈一定就被棺材 棺材里面 还有过挣扎 而且视频中 竹子上血色的抓印 也那么触目惊心 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可这种时候 任何语言的安慰 都苍白无力 一定要帮他找到忙 这应该是大金脑破 伤口是留下的 咱们顺着血迹走 小心点 我们跟着地上的血迹走 隐约传来了雷声 像是要下雨了 我们转出树林 就看到略开阔的地方 停着一辆白色面貌车 车门背后开着 以后棺材一头处的 一头还在车里 一头处地 一头还在车里 棺材的盖子上 打开了一条缝 张天师和他两个徒弟 站在车的侧面 小心翼翼的抬头查看棺材 那个师兄又往棺材前凑了两步 多多缩缩地伸出一只手 推开来推了一下棺材盖 棺材盖没有动 他又凑了一点 使劲推开了 他没动 忽然一只乌鸦从我们头顶掠过 直撞到那个棺材上 整个脑袋都撞烂了 又栽倒在地上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乌鸦 先后往棺材上撞去 张天师和他的两个徒弟 跌跌撞撞地跑了 雷声过后 再没有乌鸦飞起来 半开的棺材周围 都是一地死乌鸦 周围一片死寂 连草动蟲鸣都消失了 天下做了几次深呼吸 然后转头看着我 我们 我们过去看看 嗯 我走在前面 你跟紧点 我尽量绕开地上的死乌鸦 来到棺材前 打开缝隙里 可以看到内壁 纵横交错的抓痕 天下有点不安的咬着嘴唇 马上就要打开棺材盖的母亲了 天下 别担心 不管遇到什么 我都和你一块面对 咱们都要面对 没事 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点了点头 伸手去抓棺材盖 突然一只苍白的手 从黑暗里冒出来 紧紧抓住我的手腕 别打开它 别打开它 小妹小妹 别打开它 不是你从哪冒出来的 死浩奶奶从车厢里穿 车厢里穿了出来 原来她一直躲在车里边 我们都没有发现 老人家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让我们打开它 我妈妈的遗体就在里面 小妹 妈妈在这里 你 你别打开它 别打开它 里面 里面 老人支支吾吾的 不肯讲清楚 身子又挡在棺材面前 又不想让我们碰 棺材忽然发生一只响动 老人连忙低头看 然后他就那样背对着我们 保持那样姿势 移动不动 子浩奶奶 子浩奶奶 我和天下对视了一眼 这老人该不会是 天下伸出手 碰着他一下 还好 他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倒下去 他慢慢的转过身来 缓缓的抬起了头 再看到天下的那一刹那 他脸的表情 瞬间变得猙獰 伸出手一把掐住了天下的脖子 小美 你怎么还活着 这不是子浩奶奶的声 我脸盲扔到背包上去阻拦 可他手劲极辣 根本拉不开 天下脸色都变了 勉强从嗓子里挤出声音 我不是 我不是小美 他不是小美 你快放开他 小美早死了 推嗓之间 我被老人撞到了棺材上 光材里根本不是天下的吗 那是一句沾满泥土的干枯女尸 老人不会被他附身了吧 眼看天下的挣扎越来越无力 我伸手估住了老人的脖子 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手里一点 手里却一点都没松开 我看了眼的棺材里的干尸 我豁出去了 我脸盲松开手 把东西里的 都倒了出来 找到了打火机 松开天下 不然我烧了你 看我手里的打火机 老人愣了一下 手放松了一点 小美 你该死 他不是小美 小美早就死了 小美 你该死 他手又紧了紧 我把棺材点着了 往棺材里递了进去 那你先试试他生死 还是先 那你是先试 他先死 还是先试你被烧 说 他迟疑的放松了一些 天下得意缓一口气 可他双手缓在天下脖子上 并没有放下来 这张僵尸下去也没有办法 我又不能真点了这具尸体 没办法 只能先试试用手机拍照 希望有用吧 只是我该拍哪儿呢 老人是被附身了 那当然是得拍棺材了 我拿起手机对准棺材 那具杆尸上满是红泥 一只右手直挺挺的身上半空 手腕有一圈皮肤 比四周都要摆 我向棺材里面探了一探 想要看清楚 居然是他 小美 你怎么还活在 死你出卖的我 为了你 他双手又紧紧的掐住了天下 红绳 我迅速找出了之前剪刀那具红绳 绑在干尸的右手上 他老人手根本没停下来 这时候 我身后想起一个脚步声 往我连忙回头 紫浩的妈妈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眼睛盯着干尸的右手 嘴唇颤抖的念叨着 姐姐 能不能帮帮我们 紫浩奶奶像发疯的一样掐住了天下 天下的脸色开始发青 脸上方要晕过去了 女人听到了天下的呼喊 忽然明白什么 连忙扑到棺材前面 握住那只手贴在了脸上 突然老人的力气小了许多 我连忙一块拉开着他 他亮腔的跌坐在地上 天下捂着喉咙 四心练肺的咳了半天 我扶着他退到老人稍远的地方 紫浩妈妈还贴着那只手 低语叫着姐姐 那个照片 我忽然想起那个照片 我连忙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 虽然已经碎得不成样子 这不挺好的吗 哪碎了 紫浩妈妈 这照片里的应该就是你们了吧 还有 紫浩我已经找到了 已经被渔烟送回村子了 紫浩妈妈拿过照片 一点点的拼揍起来 果然棺材里的那具尸体 和紫浩妈妈的照片 就是双胞胎姐妹 小美 小美 老人忽然爬起来 抓住天下的手 天下迅速后退了一步 老人愣了一下 捡起刚才被我们 倒出来的小区 递给了天下 小美 不要怕 你不愿意说出 那个女人去哪 就不说 妈再不会打你了 你看 妈给你买了新的小熊 被他们扯祸的那个 就扔了吧 你个老疯子 小美 早就死了 死了 紫浩妈妈一把打掉 老人手上的小熊 老人多说的四处环顾 没有 我的小美就在这里 小美 那知道你就在这里 出来好吗 地上的小熊 忽然发出一阵哭声 没有眼珠的空洞 开始溺出暗红色的血迹 紫浩妈妈忽然冲上去拿起小熊使劲撕扯 本来只是被拼凑起来的小熊在碰到地面的一瞬间变成了碎片 民众忽然 忽然飞起了许多乌鸦 它并没有扑向了我们 而是飞到地上 啄着地上小熊的碎片 拍棍 手机忽然传来的消息 是让我排这只熊吗 我举起手机 距离一点远 我慢慢靠近了小熊 纷飞的鸭子包围了破碎的小熊 发黑的棉花从熊的外壳里露了出来 看上去像是人的头发 镜头里乌鸦在啄的哪里是小熊的碎片 而是破碎的皮肉 本来小美看上去好像还挺好看的 这么看这张图其实还挺好看的 我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 一个面目模糊的脑袋从熊里头攥了出来 那血肉模糊的人影瞬间朝我扑了上来 你在找我吗 小美 你怎么又跑到墓地这儿了 爸妈和两个哥哥都不喜欢我 村里人都爱笑我 只有这里安静一点 小美 你的小熊怎么不见了 妈妈说 我最近很乖 旧的就不要了 可以换一个新嫂 不过 二嫂刚刚生小宝宝了 有了子豪了 我以后就能跟她一起玩了 不行了 你不能跟子豪一起玩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让我和子豪玩啊 因为 因为你该死了 为了姐姐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了 林凉 林凉 听到天下的声音 我从恍惚中清醒了过来 手上拿着一只小熊的眼睛 看到旁边的子豪妈妈 我控制不住的自己 眼泪不停的往下掉 你为什么要害我 二嫂 天下一把 打掉我手上的眼睛 我的眼泪才停了下来 彻底清醒 是 是你还是小美的 是你把她吞下伞的 那 那我儿子他们 子豪奶奶 浑身一颤 一时突然清醒了过来 狠狠抓住了子豪妈妈 质问她 难道他们不该死了 我们姐妹被骗到这里 他们哪个没有害过 哪个是无辜的 我要你的家人 我要你的家人 一个个离开 我要你 生不如死 子豪妈妈 面无不情的 平静的说着 原来 村里这些年 陆续离世的人都是 子豪妈妈的质问 让天下一哑口无言 毕竟那只是 我们在迷雾中 看到的幻象 那天我姐姐听到 我都能听到 忘记住了 每一个害怕的人 他们 都要死 小美她没有 我们怎么问 她都不肯说 你姐姐往哪里跑了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在那之后 小美还说 你要给她买新娃娃 肯定是她指了路 你们才给她买的 她就是因为不肯说 才被他们打了 娃娃也被死了了 不可能 这个村子里 没有人会帮我们 我们之前找子豪的时候 她抱着这个小熊 坐在小美的坟前 如果不是小美 她帮忙 你觉得子豪会怎样 怎么会呢 这个村子里 怎么会有愿意帮我们的人呢 我 我只是想为姐姐报仇 为什么 为什么会害了无辜的人呢 子豪妈妈的无力 无力的跪倒在她姐姐尸体旁边 姐姐的手慢慢张开 倒了下去 小美 是妈害了你呀 该死的是我呀 村里接连死人的真相大白了 可天下她妈妈又去哪里了呢 这一不小心 还抓住了两个杀人犯哦 我们刚刚通缉了罗村长 你别想跑 大剑他们突然从树林里走出来了 还举着手机在拍 你们才不要乱来 我已经给家人发了定位和消息 半小时没回答 她就会报警 小姑娘别激动了 都是那个老人干的 吸体是她给我们的 胡说 明明是你们害了我妈妈 把她的遗体卖到这里来的 小姑娘 你可不要蓄口喷人啊 棺材里面积极也看了 还有什么话好说 哦对 泥土有问题 棺材和遗体上全都是湿泥土 明明是昨天才下的暴雨 这湿泥土怎么解 是 打算劲 你们分明就是趁着夜色 想把棺材运出来 然后误打误撞到了 被暴雨冲出来的干湿 然后就把它给掉包了 天下恳求着子浩奶奶 可她看了一眼大街 像是在害怕什么 眼神在不断的躲闪 没有 没有 这些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怕尸体被别人看到 才给了他们 其他的 我都不知道啊 暴风雨终于下了下来 四周的乌鸦叼着熊娃娃的碎片 躁动的飞了起来 小美 小美 别走 让妈再看看你 小伙子 我知道你们有办法 帮帮我 我想再见见她 走开走开 这些死鸟 都来帮忙 把这些鸟赶走 把棺材合上 免得破坏了证据 眼见乌鸦们就要飞散 子浩奶奶哭着哀求我 这时候棺材又传出了抓脑声 在拍哪呢 她说的要去看她那个小美 而小美现在 而小美其实是那头熊 对吧 而那头熊呢 现在正在被乌鸦叼着 所以咱们就直接照乌鸦就行了 我将镜头对准乌鸦 看到那群盘旋的乌鸦下 是一个女孩 她的手一直是 试着去触碰她子浩奶奶 可是从她身上穿过了 小美 小美 让妈妈握下你的手 让妈妈 我见你一面 天下 你能不能握一下子子浩奶奶的手 就算满足她老人家最后一个心愿了 天下点了点头 来到子浩奶奶面前蹲下 她伸出手握住了老人的手 镜头下那个女孩的影子 渐渐和天下重叠 老人的眼睛露出了光亮 妈 镜头下天下的嘴唇动了两次 不像是她的声音 是小美的声音 小美 是妈妈的错 都是妈妈害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木鸦渐渐飞散 镜头下女孩的影子一点点退散了 直到消失 天下抱住了老人 轻轻拍在她的后背 老人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 天下正想松开她的手 老人却突然拨开了天下的头发 摸着她的脸 这个声音不是老人的 我连我把镜头对准了老人 她干枯的手变成了一双伤痕累累的手 相机里 一个身影 红衣半透明的身影 和老人的身体重叠在一起 凝视着天下的眼睛 不停的流泪 大金的面色有些慌张 想要靠近我们 却被纷飞的乌鸦挡住了 她伸手去驱散乌鸦 很快乌鸦就被大金驱散了 屏幕里的人也渐渐消散 只留下了天下的哭声 突然飞散的乌鸦 又在空中重新聚集了起来 骑刷刷的朝一个方向飞了过去 天下 走 咱们跟上那乌鸦去看看 我们一路跟着乌鸦 他们整齐的落在一棵 倒下的枯树旁边 在那底下疯狂的 不拼命的往树根底下啄着 一定就在这里 咱们把树干搬开 我们搬开了树干 底下的土壤有新翻过的痕迹 还露出一角黑色的袋子 我和天下挖出那黑色的袋子 拉开袋子 一个中年女人的脸 显露了出来 天下再也忍不住了 抱到尸体上大哭了起来 他一边哭一边扯开袋子 只见天下的妈妈的手上 缠着一条细细的黄铜锁链 我连忙打通了手机 此时恢复了信号 大剑他们终于又完蛋了 你好这里是110 电话很快接空 可我却开不了口 余颜他抱着昏迷的紫耗 出现在我们面前 搭肩举着一把匕首 架在了紫耗的脖子上 余颜 为什么 你以为我的兄弟是谁啊 草 你兄弟他妈比你都瘦 真的是 我才注意到余颜袖子晚了起来 露出一条龙形刺青 放开紫耗吧 这是咱们之间的事 孩子是无辜的 那个 我的意思是 不要牵连无辜 我把手机丢了出去 希望他们能够放过紫耗 也希望他们尽可能突然一点时间 突然羽目挥出一把铁锹 狠狠地砸在了余颜的脸上 紫耗妈妈扑了出来 和他们搏斗了起来 我的 我的脖子后面忽然滑过一道凉意 像是有一只冰凉的手 推了我一把 天下小心 我一把推开了天下 身后想要袭击我们的黑影 却扑了空 右肩突然传了一阵刺痛 一枚注射器扎进了我的肩膀 针三还在缓缓推动 你们怎么回来了 张天师的一个土地扑到了我面前 我一下拔出注射器 狠狠扎在他身上 用力推了出去 几秒钟的功夫 那个神棍摇晃着倒了下去 先前在寺堂里迷昏 我的应该也是这个东西 身后又有一个人 勒住了我的脖子 药剂带来强烈的眩晕感 涌上了我的脑袋 看着眼前的鼻肘 我却无力反抗 随着一阵顿响 他倒在我的面前 天下握着扳手的双手 在微微颤抖 这扳手还挺好用的 哼 我连忙拉住天下 躲到树后 外面突然没着动静 难道他们要换目标了 现在最危险的是 对呀 卧槽 子浩 糟了 他们又要抓子浩 做人质怎么办 也对 往里边跑 张天师肯定会去抓子浩 咱们从两边一块跑 你去救子浩 我去想办法对付他 天下点了点头 又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一定要小心 我想着待会儿会跑慢些 那家伙肯定会过来攻击我 这样天下和子浩也能安全一点 跑出去的一瞬 有人拽了我一下 我一个亮枪 刚好抖 躲过了张天师一发弩箭 张天师怎么还在弩箭的 趁着这个机会 天下把子浩抢了过来 抱着他往山外跑 大金把子浩妈妈打倒在地 冲上去扯住天下的肩膀 子浩被重重的摔了下来 张天师站在山坡上 工奴对准了天下 老人忽然冲了上去 扑到大金身上又抓又挠 张天师忽然被出现的老人吓了一跳 我立刻用力冲了上去 狠狠的一撞 我和张天师摔在了 陡峭的山坡上 弩箭掉到了他的身旁 山下被砍过的竹林 削得很尖 哎呀 扎种 张天师挣扎爬起来 想要去拿那把弩箭 眼看他就要拿着武器 我顺势往下一滑 躲进了山下的树林里 我双手扶着 陡坡上一棵大树 才勉强的保持了平衡 脚边就是山羊 张天师果然追着他 不过山路躲过他脚一划险些摔下山 雷声中一个红色的身影出现在张天师的背后 身上缠满了锁链 他想冲过来 可锁链却重重的把他扯了回去 什么人 张天师惊恐的往后一看 我立刻冲了过去 把他的弩打在地上 踢到远处的草丛里 可麻醉剂的效果越来越强了 我眼前越来越模糊 张天师迅速反应了起来 把我往山崖下推 我的力气没太大 身体一点点的像山坡外倾 脚下不断的下落 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山上突然传隆隆的声响 之前还光秃秃的 之前还光秃秃的山坡上 突然多出了一棵大树 伴随着崩塌的泥石倾倒下来 眼看着就要倒下的树枪 往我脸上砸 张天师突然慌了神 松开手往旁边跑 趁机制服 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抓住张天师的手就是一拳 他重重的摔在地上 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张天师下意的一后阻 结果脚一滑 跟着冲下来的大树和泥沙滚了下去 再见 一阵天拳地转 等我缓过来的时候 就剩下那把弩吊的草丛走 张天师已经不知道上哪去了 四周的树和山都没有变化 原先的山挺根本没有树 原来刚才的塌风还是幻觉 天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连忙爬回了山上 只见天下和老人倒在地上 子昊妈妈和渊然打在一起 天下正要 不是什么天下 大金正要去剪脚边的匕首 先去把尸体剪了 我迅速跑过去 发现尸体的树干 大金立马注意到了我 剪起匕首朝我冲过来 该死太紧了 剪到一半扯不开了 大金提了 匕首就要冲到我面前 子昊奶奶奶冲上来 挡在大金面前 大金对着她连捅了好几下 子昊奶奶倒下的瞬间 锁链终于扯了下来 一个清晰的红色身影出现在大金的身后 大金吓得连忙回头 左手 抓着锁链用力向大金的左手砸了过去 大金转身躲开 左手顺势抓住了锁链 把我缠到了身前 一脚踢了过来 肚子一阵剧痛 我瞬间没了力气 眼睁睁的看着大金的匕首刺了下来 突然大金的左手开始全部蹦裂 血顺着手臂往下流 你放开铃铃 大金突然 不是什么 天下突然重新在大金的背后 挥起扳手砸向她的脑袋 大金迅速的躲开了 反手掐住了大金天下的脖子 不是我怎么把这两人搞混蛋 将她的脑袋往旁边树上撞了过去 我还怕你 卧槽原来是你干的 红色的身影出现在她身旁 大金瞎的脸色惨白 我立刻扑上去 大金瞬间清醒了过来 提起匕首抄我的脖子刺了过来 我连忙抓住了她持刀的手 可药效还在 我手上没劲 刀一点点刺了朝我脖子上的动脉靠近 伏盘 我伸手抓住了大金的脖子 一把窜住了她的伏盘 红衣归影瞬间离得大金更近了 都是幻觉 别想吓到我 大金猛的一用力 匕首扎在了我的锁骨上 我忍着剧痛扯下了佛盘 小王八蛋 你遭报应了吗 大金惊恐的叫着挥舞着匕首 疯狂的往自己的手臂上戳着 疯狂截图 然后她丢掉了匕首 用右手使劲抓着脑左臂 鲜血淋漓 一声顿响 大金倒了下去 天下拿着扳手站在她的身后 应该 应该是不会了 我没事 你快去看子号她奶奶 我来打电话 我一边打电话 一边环顾四周 子号已经被她妈妈救下来 看样子没什么大碍 什么 我听到飞快的跑步声 从树林里朝我冲绒过来 我连忙回头 鱼烟提着匕首冲到了我们面前 阿绝突然出现挡在我们面前 鱼烟狠狠撞了她一下 两个人从我身旁滚下山了 阿绝 阿绝 当我冲到山崖的时候 山坡下面已经没了那两个人的身影 120吗 快来救人 刚打完110和120的电话 树林里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 罗村长带着一大群村民赶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洗了人 你别过来 大群和鱼烟都是杀人犯 杀了我妈妈来配阴魂 我们已经报警了 什么 报警了 那都是村长干的 跟我没有关系 对对对 都是村长干的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村长 你们快救人 我同伴跟 我同伴阿绝滚下山坡底下去了 快 我们吧 好好好 大家快跟我来 几个村民跑下山 剩下的村民立刻把大群绑了起来 几号奶奶 你 受伤了 滚开 紫浩奶奶 你 你别乱动 紫浩奶奶挣扎着起来 推开周围的村民 缓缓走到紫浩妈妈面前 好好照顾紫浩 欠你的 我只能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摇了摇头 伸手想去摸他的脸 女人抱着 紫浩往后躲了躲 他收回了手 摇摇晃晃的走到那口棺材前 重重的跪了下去 再也没有站起来 警察和救护车很快赶到 大剑和村长被控制了起来 我们返回村口的时候 紫浩醒了过来 妈妈 我叔叔和村长伯伯 为什么被抓起来了 因为他们是坏人 为什么他们是坏人啊 因为他们杀了人 杀人就是坏人吗 可是如果杀的是坏人呢 紫浩妈妈亲了亲紫浩 闭了眼睛轻声说 坏人 也不可以 他放下紫浩走向警察 我和天下深处想去拦了他 可最后还是搂住了紫浩 村民们在山坡下找到了余颜 并没有找到 并没有看到阿爵和张天使 我环顾了一圈才发现 张天使和他的徒弟不见了 卧槽 阿爵 会不会是他带阿爵走了 我找了一张阿爵的照片 向警察反映 可阿爵的手机里装的都是我的照片 只有一张 我和他的合影里有他 警察将合影给 拿给余颜 他看了一眼说 确实照片中的人挡在他面前 只是他没撞到人 扑空了才摔下去 摔下去之后就再也没看到人了 余颜说完似笑非笑的看了我一眼 闭上了眼睛 就任凭我再怎么问 他都不会再开口了 阿爵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就像当初天下的妈妈一样 我有时甚至怀疑 这是不是一个连环诅咒 我一直忙着找阿爵 根本无心打理工作室 生活一团乱 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 当初天下说的话 除了找 什么都做不了 天下也一直在帮我找阿爵 他总觉得是因为他的缘故 才让阿爵陷入了危险 其实 就算没有天下这个事情 以我 这个性格还是会坚持去 顺口拍摄的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阿爵始终没有了消息 也许没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吧 不想说 不想总是面对天下的愧疚 所以我尽量不跟他联系 这样回归自己的生活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了 这这还行 还有点掉掉 我实在没法拒绝天下了 只好来他住畅的酒吧 来的客人 看样子大部分都是 在校 在周围学校的学生 我仔细的打量 想找出这个 纠缠天下的人 然而并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人 天下也没多问 匆匆把我安排到 舞蹈旁边的一个座位 就准备去演出了 接下来的这首歌 是写给一个很特别的人 在我人生最简单的日子里 感谢有你的陪伴 时光太漫长 远方难期望 小宣传明月光 你在何方 唱歌挺好听的 唱言却天歌一发 那些没说的话 现在对自己讲 如今我变成你 模样 灵灵 我们 一起走走吧 好啊 那个 你刚刚的歌 好听吗 好听 是写给 谢谢你 灵灵 谢谢你 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陪伴我 帮助我 没 没关系 车是我应该坐的 走吧 反正不远 一起 走回家吧 嗯 我等会儿 天下 我收 我收 一几个电话 天下 帮 帮 帮 抱歉 刚才 刚才的电话 是找到人了 让我去辨认 灵灵 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也可以 之前 一直都是你陪我 这次 让我陪你一起面对吧 不是阿菊真死了 好 看到那块白布的时候 我双腿就开始发软 他们一定弄错了 那绝不是阿菊 掀开白布之后 我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这果然不是阿菊 等会儿 这张脸 这为什么是我的脸 我一把掀开了 整块 整块白布 那手上是我熟悉的疤痕 天下 咱们走 这个地方有问题 等等灵灵 你 你不管你的朋友 阿菊了吗 这不是阿菊 你没发现这是我吗 简直是太搞笑了 我怎么可能躺在这呢 灵灵 你怎么了 我知道发生这种事情 你难以接受 但他就是照片里的阿菊 照片 我连忙拿出阿菊的照片 手机只给天下看 这个才是阿菊 这个是你自己 灵灵 不然我们先处理完阿菊的事情以后 我陪你去看心理医生 好吗 我 我 我 这 我 不是我自己都搞不明白 什么什么意思 和那阿菊 是我想出来的吗 这 是我 难怪王师 难怪王师傅的那通电话 难怪大金和余岩的手 那奇怪的眼神 难怪除了我 再没有人回应过阿菊的话 警察和天下在我 身边再说了些什么 完全听不进去了 麻木的接过警察 递过来的手机 衰裂的屏幕上一条条的信息 都在进一步揭示着真相 那两个始终看不清的字 原来是 原来是阿菊 阿菊 阿菊 这次万一咱们视频得奖火了 你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找个漂亮妹子定下来的 我 打算跟着林哥 把工作室做好 除了这个也要想想一件大事 都老大不想了 没个喜欢的人怎么能行呢 对不对 我当然有 小蓝啊 咱们天天在一起 也没见过你对哪个妹子都一样的 谁啊 你也在何方 反正就有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哈哈哈哈 你去你去 可是千万不要爱上过 我可是钢铁之难 因为脸红了 不会让我说中了吧 来来来 让我看看 你放手 不要拉拉扯扯 放开 零哥 零哥 我抓住你了 别松手 别 你倒是有趣我先逃 总共上 我不是故意的 转眼圈 整个一方 那些梅里说的话 对自己讲 如今我 变成梅里 你先冷静下来 事情已经 我不是林灵 她才是林灵 我是 王爵 现在还有一个疑点 按照法医的判断 她的死亡时间是 5月23号上午10点左右 这些消息是谁发的 是不是还有第三人 这就是零哥发的 小雪上 一定是她 明月放 你也在何方 那不衰劣的手机 闪亮机场关掉了 再也没亮相 我玩到真结局了 这次是真的结局 最后这个结局 有点一言难尽呢 合着就是 合着我们其实 一直在扮演 王爵的这个角色 然后 死的人 其实是 死的人 其实是零零 最后这个结局 实在一言难尽 那么 我宣布 夜价这期 夜价系列 彻底完结了 啪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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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就是 如果你们现在 应该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那就说明 不几天之后 我就要去参加高考了 那么就在这里 祝我高考加油吧 好了 我是大白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在视频下方 点赞 硬币 收藏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